大家好 我是Brian 來到這集 基督受洗 背後所隱藏的密碼 達文西不會告訴你 宗教建築師的共同秘密 今天我們會討論很多宗教畫作和建築 都發現裡面背後隱藏了一個密碼 是同一個數字 究竟為什麼這些建築和藝術作品 都會有這樣的數字 究竟裡面是不是隱藏了什麼秘密 今天也會和大家揭曉 而其實這個密碼 我們較早前 兩個月前 我也有一集說這個創世密碼1.618 這個數字原來很多動物植物都有出現這個數字 而今集我們會延伸到 為什麼一些藝術作品 包括建築本身 都有隱藏這個數字 究竟是否一些建築師背後想表達一些意思 首先如果我們想了解這些背後的秘密 我們一定要知道1.618是怎樣來的 首先我們重溫一下這個黃金數字 其實一個數學發現 就是我們如果把A這條線斬開兩節 斬開B和C 我要令到A比B等於B比C的比例 只有一個比例 就是當C是1的時候 B就是1.618這個比例 所以1.618這個叫黃金比例 而這個比例本身和另一個數列有關 叫Fabonacci Sequence 這個Sequence怎樣來的呢 就是把前面兩個數字加起來 就等於第三個數字 比如0加1對1 1加1對2 1加2等於3 如此類都一直加進去 這個數列就叫Fabonacci Sequence 而這個Sequence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我們把後面的數字 除前面的數字 越來越接近什麼呢 越來越接近黃金比例 即是1.618 你看到我拿很厚的數字 987除610 已經很接近黃金比例 1.618 即是告訴他這個數列本身 就隱藏了這個黃金比例在背後 而如果我們拿這個數列本身的數字 去構成一些正方形 比如剛剛我們出現了1 2 3 5 8 13 如果拿這些作為正方形的邊場比例 比如1x1 是一個小的正方形 2x2 3x3 5x5 8x8 13x13 將這些正方形的每一個正方形都畫一個四分一元 將這些四分一元連起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螺旋形的結構 我們會叫做黃金螺旋 而這個黃金螺旋正正在自然界經常出現 包括我上次說的風暴 甚至那些星系的螺旋結構 甚至是一個蜥翼的尾巴的卷曲情況 都符合這個黃金螺旋 而這些黃金比例和黃金螺旋 正正在藝術和建築上讓我們看到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直接說一下究竟在藝術中 如何呈現這種黃金比例 曾經有一個意大利數學家叫做Luca Percelli 他說過一句說話就是沒有數學就沒有藝術 他意思就是如果你沒有把一些數學的比例放進藝術作品的時候 你的作品是不會覺得美觀的 譬如我們人的心智本身已經認定了某些比例特別漂亮 包括這個黃金比例 所以如果你的藝術作品符合這個黃金比例的時候 那些大眾看到一般都會覺得他漂亮 包括什麼呢 包括現在你畫面看到這幅畫作 就是1449年的畫作 是叫做耶穌受洗 這個畫作的作家本身 是一個同時是數學家 也是一個藝術家 他畫這幅圖的時候 當然是參照這個福音書裡面的情節 就是當時施世約翰幫耶穌受洗 你看到耶穌頭頂有個八甲就代表聖靈 這幅畫又如何跟黃金比例有關呢 原來第一件事就是一棵樹 如果你看看左邊有一棵樹 這棵樹去到耶穌頭的中央位置 如果這個比例是1的話 由耶穌頭中央去到另外一棵樹 這裡就是1.618 就完全符合這個黃金比例 而另外就是耶穌棋的位置 或者耶穌身體的闊度 如果耶穌身體的闊度是1的話 耶穌這個身體去到福華的左邊邊緣 就是1.618 可以嗎 而由耶穌這個身體去到福華的右邊邊緣 也是1.618 換言之耶穌棋的位置剛剛好是福華的正中央 而他身體的闊度離開福華的邊緣 也都符合這個黃金比例 另外就是關於旁邊的施洗若翰 施洗若翰的頭殼頂去到他腰帶位置 如果是1的話 就由腰帶到腳底就是1.618 這裡就呈現不到 其實是福華長一點 但是就是告訴他 原來他頭殼頂去到腰帶 腰帶去到腳 也是符合這個黃金比例 而第四個位置符合黃金比例 就是施洗若翰身體的闊度 這個闊度如果是1的話 由他身體去到福華的右手邊邊緣 也是1.618 所以單單這一幅畫已經有四個位置 是符合黃金比例 就是這些中世紀一些畫作 都很喜歡用到這種黃金比例 其實都不單止這幅畫 我本新書《上帝的叛途山迷失的帝國》 已經推出了電子書 大家可以去到Google Play圖書裡面去購買 而整個系列的四本著作 也都上架到Google Play圖書那裡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留意一下 而實體書也是全港各大小書店公開發售 另一幅就是這幅 就是1562年的畫作 《慈悲之聖母》 就是這個紅色衣服 究竟哪個位置符合黃金比例呢 原來也有幾個位置 第一就是聖母本身的腰的闊度 如果是1的話 由腰的這一邊去到左手的距離 也是1.618 而腰的這一邊去到另一隻手的末端 也是1比1.618 所以你看到聖母也是站在正中央 另外就是剛剛也看過 由頭殼頂到腰的距離 如果是1的話 由腰到腳底也是1比1.618 而另外就是什麼呢 就是承結 腰帶本身的承結 如果你放大來看 也符合黃金比例 你會看到承結有兩個末端 兩個末端的差距就是這一節 如果這一節是1的話 上面這一節就是1.618 你會看到一幅圖顯示了幾次的黃金比例 另一幅畫作就是1457年 叫做邊打耶穌 耶穌站在哪裏呢 耶穌站在這裏 在柱前面的角色就是耶穌 而旁邊的兵丁是邊打他 究竟這幅畫作哪個位置符合黃金比例呢 就是耶穌附近的位置符合 耶穌站的位置 原來他離開右手邊這個柱 如果比例是1的話 他離開左手邊這個柱 就是1.618 就是左右兩個柱 剛剛符合黃金比例 而另外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一格格 你會看到如果下面這一格是1的話 上面這一格是1.618 但其實這是透視的畫法 所以其實他用了 在透視裡面是用了這個黃金比例的 另外就是天花板這三格格 如果是1的話 由天花板最低這一格去到地面 也是1比1.618 那你就會看到 真是以前中世紀的畫作 那些聖像畫 很喜歡用這個黃金比例 因為黃金比例正正就是一個神聖的比例 所以用來畫一些聖像畫 是最適合不過的 另外一幅 就是這一幅很著名的 叫做救世主 就是大概1500年的作品 這幅很大有來頭 為什麼呢? 就是他在2017年拍賣會 用了破紀錄的價錢 4.5億美元 賣給一個沙特王子 當然沙特的遊王 特別有錢 但原來這幅畫 就是有史以來拍賣最高價錢的畫作 究竟這幅畫本身 又是哪裏符合這個黃金比例呢? 也有幾個位置 第一就是耶穌頭 原來有耶穌鼻的中間 到下巴的位置 如果是1的話 由這個鼻上去頭頂 就是1.618 可以嗎? 另外由耶穌鼻翼 去到他臉的邊緣 如果是1的話 另外這一邊就是1.618 另外就是耶穌對眼的闊度 如果是1的話 他由眼的這一邊去到 幅畫的邊緣 也是1.618 對面也是1.618 另外就是耶穌手 由手腕去到這個手指 這個位置 如果是1的話 由這個手指上去食指 最高的位置 就是1比1.618 另外耶穌建三本身也是 如果中間這個構圖是1的話 由這個構圖去到這三頂的邊緣 也是1比1.618 左邊也是1比1.618 所以你就會看到 真是他們那些畫家 很喜歡把這個黃金比例 隱藏了下去的畫 但他不會告訴你 但如果我們拿尺出來量度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比例 是隨處都看到的 另外一幅大家會更加熟悉的 這就是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大概是在1494年左右有畫的 最後的晚餐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之前有一部小說 就是Dan Brown的小說 達文西密碼就是用這幅畫去說 他的神秘事件 當然我不在這裡說那本小說 有機會我再找另一集去說達文西密碼 我們集中說回這個黃金比例 究竟這幅畫裡面怎樣隱藏了黃金比例 第一 就是跟耶穌旁邊的兩個門徒的距離有關 如果這兩個門徒的距離是1的話 門徒去到畫的邊緣就是1.618 對面也是1.618 另外就是桌腳 由地面去到桌布這個位置 如果是1的話 由桌布上去到最高的門頭的頭部 這個距離是1比1.618 除此之外還有 在耶穌本身 耶穌本身的頭位置 和窗框的比例也是符合黃金比例 譬如這裡的窗框 如果闊度是1的話 由這個窗框去到耶穌頭 就是1比1.618 另外耶穌這個頭 來到左邊這個窗框 如果是1的話 由這個窗框 再到對面這個窗框 也是1比1.618 而另外最左邊這三個門徒 如果由桌面去到他們頭頂的位置 如果是1的話 由他們頭頂再到天花板 也是1比1.618 另外就是後面這三個窗框 由最左邊窗框 到最右邊窗框 如果這個闊度是1的話 由這一邊去到另外長身 也是1比1.618 對面窗框到對面的長身 也是1比1.618 甚至天花板的結構 也符合黃金比例 你看到天花板上面 有一個類似盾牌的結構 或者構圖 這個盾牌本身的闊度 如果是1的話 盾牌去到天花的門尾位置 也是1比1.618 左邊也是1.618 那你就會看到達文西 也很喜歡把黃金比例 隱藏了這幅明畫 最後的晚餐 另外一幅明畫 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就是米高安捷羅 在梵蒂岡西斯丁教堂 天花版的畫作 就叫做創作阿當 左邊這個就是阿當 右邊這個就是上帝 小腹底的位置 差不多手指碰食指 差不多手指碰食指 多點好著名 究竟哪個符合黃金比例 正正就跟食指相碰的位置 有關 原來由阿當這食指去到阿當的左邊 如果比例是1的話 由這個食指到上帝右邊是1.618 另外這個食指到上帝頭頂的位置如果是1 由這個食指到阿當的腳底的位置是1.618 即是兩個位置都符合黃金比例 另外一幅畫就回到達文西的蒙洛麗莎 原來蒙洛麗莎本身都符合黃金比例 怎樣符合呢?我們看看左邊這幅圖 就是蒙洛麗莎這隻眼去到她頭髮這邊如果是1 由這邊的頭髮去到幅畫的右手邊是1.618 而這隻眼去到對面這些頭髮也是1 由這個頭髮去到左手邊的畫邊緣也是1.618 如果由頭殼頂到下巴的比例是1.618 由下巴去到3頂這個位置就是1 就是1比1.618 那剛剛下巴去到3頂1 由3頂去到左手的水平位置也是1.618 如果你用黃金螺旋來看也可以 把黃金螺旋的中心位置放在鼻尖上 一路螺旋開去就會經過她下巴 再經過她頭殼頂 再經過她左手邊的肩膀再落到右手的手掌 所以你就會看到整個身體的布局都符合黃金螺旋的比例 另外一幅名畫就是這個 就是雅典學院 就是這個文藝復興的建築師兼畫家拉菲爾所規劃的 大概是1509年所規劃的 究竟這幅雅典學院本身哪個位置有符合黃金比例呢 當然離不開最中央這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這兩個人物左手向天子的就是柏拉圖 右手邊拿著本書的就是阿里士多德 原來他們兩個人的中心位置的距離如果是1的話 由阿里士多德去到右手邊的石柱位置就是1.618 而柏拉圖的中央位置去到左手邊的石柱也是1.618 另外就是這個窗框的位置去到柏拉圖或者阿里士多德的頭殼頂 如果比例是1的話 由他們頭殼頂到腳底也是1.618 另外前方這裏由畫的底部去到樓梯位的位置 如果是1的話 由這個樓梯去到最高級樓梯也是1.618 而前方這裏這個人的腳踩著的台階 去到旁邊這個人所踩著的台階 如果距離是1的話 由這個台階去到另外這個人 像是椅子還是桌的位置都是1.618 所以你就會看到同一幅畫幾處都顯示了這個黃金比例 其實除了這些藝術畫作之外 甚至在建築裡面 我們也看到建築師是有形容到這種黃金比例 究竟有什麼建築設計符合黃金比例呢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位處意大利佛羅倫斯的聖母百花大教堂 這個教堂大家可能也聽過 如果你有看Dan Brown小說Inferno裡面 其中一個場景也有提過這個教堂 甚至一部電影也拍了 你可以看看 究竟這個教堂哪個結構符合黃金比例呢 就跟拱頂有關 拱頂上面有一個塔尖 這個塔尖的高度如果比例是1的話 由這個塔底去到拱頂的底部就是1.618 甚至下面這個圓形槍 如果這個圓形槍的直徑是1的話 由這個槍的右手邊去到這個結構的右手邊 長度也是1.618 左手邊也是1.618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中世紀的大教堂本身的結構 也應用了這個黃金比例 除了這個八花大教堂之外 去到法國這個巴黎聖母園 亦都符合黃金比例 如果走到這個巴黎聖母園的正門 即是這個結構 你會看到其實有幾個位置都符合黃金比例 包括哪裏呢 就是最頂這裡兩個窗口 兩個窗口中央這個距離 如果是1的話 由窗口去到右手邊 這個長身就是1.618 去左手邊的長身也是1.618 現在下面這裡有一些石柱的結構 這一層如果高度是1的話 上面這一層的高度是1.618 一樣 下面這裡也是 如果這一層是1的話 上面這一層是1.618 下面這一層也是1.618 所以多方結構顯示了黃金比例 如果我們回到側面 側面它是一個很大的圓形的玫瑰槍 好像一對花一樣 如果你仔細看看它的結構本身 也符合黃金比例 包括什麼 包括上面這裡 這個圓形的結構 它的直徑比例是1的話 由這個圓形去到最外圓的圓 比例就是1.618 去到裡面最內圓的圓 也是1.618 如果你看這個線形 這個圓形去到這個線形 這個結構的長度 如果是1的話 外圓的大一點的線形 就是1.618 所以連聖母園的玫瑰槍 玫瑰槍本身的構圖 都在形容黃金比例 剛剛那些都是中世紀建築 有沒有古老一些的 古文明建築 有 希臘古文明 就是巴特龍神殿 本身的結構都符合黃金比例 如果你看看正面這個位置 如果把黃金螺旋 螺旋中心放在第三條柱 即是右手邊第三條柱 你一路螺旋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去到這個柱的頂部 然後螺旋一路去到最頂的位置 正正就是巴特龍神殿 原本應有的最高的高度 只不過它現在一頹換敗 而這個黃金螺旋一路去旋 到右手邊這個位置 正正就是巴特龍神殿 最右手邊的結構的位置 一路旋到到底 就是巴特龍神殿的底 再過來就去到巴特龍神殿的左手邊 所以你看到無論高度的底部 左邊右邊 全部符合黃金螺旋 也就是符合黃金比例 說完希臘 其實印度也有 印度的太基靈本身也符合黃金比例 我們先看看太基靈本身的中央結構 中央結構本身 如果你看中央門口門框的位置 如果闊到1的時候 它由這個門框到右手邊 也是1.618 由左手邊門框到左手邊 也是1.618 如果這裡這一層 如果這裡這一層 就是裡面的小門框 比例 如果是1 由這個小門框到最頂 也是1.618 除了它的主體結構 符合黃金比例外 它外圍這些石柱本身 像燈塔這些 我叫燈塔 都符合黃金比例 即是如果你把黃金螺旋放進去 放進去 它主體結構最右手邊的窗框 開始作為黃金螺旋的起始點 你會看到黃金螺旋一直到 主體結構最頂的位置 然後一直到 就是這個拱形的同一個設線上 過了這裡之後 黃金螺旋落到這個平台底 接著就會穿越右手邊這個燈塔 接著再繞過來 就去左手邊燈塔 所以你看到它外圍的燈塔佈局 連同它的主體結構 都符合黃金螺旋 你看到這個太基靈本身 都在形容黃金比例 說完印度 我們又回到法國 不過就是跟法國一個比較現代 近代的建築有關 就是這個巴黎鐵塔 因為巴黎鐵塔就是當年 巴黎舉行的世貿 所造的一個紀念塔 而這個巴黎鐵塔本身 都在按照這個黃金比例 因為大家都知道巴黎鐵塔分三層的平台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原來它第二層平台 到最頂的塔尖就是1.618 連巴黎鐵塔本身都符合黃金比例 說了這麼多歐洲其他地區的建築 回到香港本身都有建築符合黃金比例 就是這個中環的舊立法會大樓 如果你看回它的建築設計圖 它本身都有幾個位置符合黃金比例 第一個位置就是中央這個拱形的拱頂位置 如果是1 那由這個拱頂的右手邊 到主體建築最右手邊 就是1.618 而左手邊也是1比1.618 可以嗎? 而另外這個拱頂的闊度 其實跟這兩個三角頂的闊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三角頂的闊度 亦都符合黃金比例 所以你就會看到原來連我們香港的建築結構 都有形容過這個黃金比例 剛剛說的都是中世紀、現代一點 有沒有一些更古老 比希臘古文明更古老的建築 都在用這個黃金比例 有!就是埃及古文明的金字塔本身 原來它設計或是興建過程 除了用了這個稅差數字 因為你記得我之前有一集說 埃及金字塔用了稅差數字 用了4320這個比例去做金字塔之外 金字塔裏面的結構 亦都符合黃金比例 究竟怎樣符合呢? 而另外亦都發現日本一些動漫角色 它本身也是一個比例 不過就不是黃金比例 是日本特有的白銀比例 什麼是白銀比例呢? 還有這個白銀比例 除了跟動漫角色有關之外 亦都跟我們一個天才物理學家 Tesla都有關 究竟是怎樣有關呢? 什麼叫白銀比例呢? 或者金字塔的黃金比例是怎樣應用呢? 這些神秘的內容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的會員專區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不妨加入我的會員 入會的連結已經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按LIKE 訂閱 和分享我頻道給你身邊的朋友 Patreon